艾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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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丁堡听说地下 是吗 地下有鬼街对不对 对是的 没有杨小姐有吗 很有名 但是我那个时候很可惜 没有去 没有走下去 很可惜 所以就有一点点想要再去艾丁堡 完成我那个愿望 但是这一次又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哪里哪都去不了 非常可惜 小康你要不要先跟观众打个招呼 艾丁堡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李康生 你好 小康今天有点不舒服 你今天去哪里 今天去 为校部戏的 剧组 到那去订装 小康现在 除了拍我的电影之外 也接了蛮多别人的电影 我觉得很好 刚刚台北正在上他的一个新片 是个鬼片 是个恐怖的电影 然后听说卖座很不错 那他的行程非常忙 不像我都在待在家里 他在上个月去了中国 拍一个新片 然后两个地方都要隔离14天 所以他要去浪费一个月的时间来完成一个作品 对 然后回来 又去帮忙做宣传 所以他很忙 所以他今天有点感冒 刚才吃了药 好吧 你有问题要问我吗 我们最近看了很多的消息 都是小康哥的东斜这部片子 对 然后关于演出上非常大的这个难度 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挑战这个角色 比我 比演我的所有的电影都难 所以他演我的电影并不是太难 可能是习惯 我其实刚才我的制片拿了你们的问题给我一大堆 听说好像是学生或者是喜欢我的人 他们的各种问题 我自己看了我最喜欢的 这里面的问题我最喜欢的是第一个问题 我可不可以读出来 他大致上是讲说 这个观众 他说他最大的 可能不是记者吧 是观众 他最大的感受看我的电影 特别是在郊游 是当现实主义发挥到极致的时候 就会呈现出超现实的质感 这个我很认同 因为在生活里面我们都以为很很平常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把它拍下来 你自己再看它是蛮 蛮超现实的 蛮吊诡的 这个就是生活嘛 也没有很刻意的要去做超现实 他自己去做超现实 然后呢 他说在现实里人会煞尿 人会慢慢的啃鸡腿 就是交友的内容 人的沉默比话语来得多 人的眼泪需要很久才会流下来 又需要很久才会风干 这个也是交友的一个小康的表演 然后当电影把这些现实的时空呈现出来的时候 我又感受到对于影像来说 也许是一种超现实 讲得很好 另外某个单一镜头足够长的时间 一方面让我觉得越来越进入状况 另外一方面又越来越神飞天外 我觉得这个形容也非常好 你可以不一定要那么集中精神 在看我的画面 有时候脑袋会飘到自己的想法 因为我的每个镜头都很长 那个长度是超出大家的想象的 其实是我故意的 我也觉得够了 够了 不可以再唱了 观众会受不了 会觉得很闷 我也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我总觉得说 我还是需要再流长一点 让你们能够闪神 不要不一定要那么投入 有时候你要想想自己的 怎么讲 你有你自己的感觉 那有的观众会觉得 可以再长一点 有的观众会觉得说 不要那么长 所以到底要听谁的 当然要听导演的 因为那是导演的作品 所以这是我的权利 所以这个观众就问我说 以上是他的感受 但我想知道你在选择长时间 在某个场景或镜头停住时 你在想什么 就是在问我在想什么 我在想的是 真不真实这个事情 到底到底是不是 看起来这个画面 是真 不是写实 是真不真实 能不能再真实一点 靠近真实 真实是非常有趣的 真实有时候 是无意义的 但电影里面 常常都会 电影里面是很怕没有意义 这个问题 很怕空洞 很怕言之无误 一定要言之有误 每一个段落都要有 information在里面 但是呢 当这个状态的时候 它就很有戏剧性 很吸引目光 可是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这样不真实 真实应该包含了一个 空洞在里面 或者包含了没有意义在里面 有时候有意义 有时候又没有意义 所以那个画面有时候 我就故意让它很长 所以我的演员跟我合作 常常都是 被我丢到一个状况里面 比如说吃一个鸡腿 开始你觉得它吃的精精有微 后来 其实那个精精有微 一下就演完了 它还是继续在吃 那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它要把那个鸡腿 完全吃掉的时候 你会觉得 我们人其实每一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都在为了果腹 很拼命很辛苦 很多的追求在里面 但是其实就是为了要让你吃饱而已 所以那个荒谬感可能就会跑出来 所以这个长度你很难拿 你到底 information很快就 讯息很快就处理好了 但是问题是 真实的那块到底在哪里 所以我记得我在拍郊游的时候 让我整个人有点崩溃 就是看李康生在吃鸡腿 那个画面 就是他吃到一个程度 我就开始 眼泪就滑下来了 就很感触 不是感动是很有感触 所以我们拍电影的人也是这样子 拍电影的人拿一个便当 休息的时间就在 不管你在工地 在马路边 在哪里 导演有个椅子可以坐 很多人是没有椅子可以坐的 你知道蹲在那边 所以我们到底活着是为什么 就是为了糊个口 可是有这么多的 我不晓得经历很多的努力 或者挫败感 所以你看那个吃鸡腿 其实吃一个便当 就会很有感触 在内上 可是电影里面很少去处理这一块 你知道 电影里面的那个悲伤的事情 一定要演出来 那李康生是没有演 他就是把一个 就活生生把一个便当吃掉 你就 我啦 起码我做一个导演 我就很有感觉了 大概是这样 小康你 吃鸡腿有困难吗 吃鸡腿 吃便当啦 平常吃是没有问题 但是在镜头吃 对 然后又 镜头这么靠近 对 就这么靠近 然后要吃那么久 然后 要装作没事 装作没有镜头 对 那是比较困难 我自己吃到最后也很尴尬 就导演怎么不喊咖 其实那个镜头比 比一个便当还长 我们吃完 你吃完还要喝水 还要抽一根烟 我只是没有剪进去而已 所以 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这个 这个话题 就是说镜头摆很长 我在想什么 我没有在想什么 我就在看 其实我脑袋也可能没有想太多 我只是在看 什么地方会出动 会让我有感触 其实是小 这个感触 一定不是只是吃而已 还有小康的样子 或者当时整个状态 在哪里 时间点 空间 等等 它会构成的 观众对这个镜头的感觉 所以 所以 我拍电影 常常我喜欢那个 这个长度 会产生一种 一种概念 叫做暧昧感 就很暧昧 就是说不确定是什么 你懂吗 那我老觉得说我们 永远是处在暧昧里面的 才比较真实 所以你的表情 一般都是透过言语 来描述心情 可是当没有言语的时候 你是透过你的样子 表情 或者是整个空间的氛围 来传达当时的情境 所以 我在那个镜头的后面 我其实就是看着 看看有没有可能达到 比较真实的感觉 这就是我在追求的 拍的电影 真的好难 他已经在翻了 他是一个翻译高手 听说 廖老师 是吗 廖老师 是的 刚才我讲的你可以 可以吗 他都直译的 很厉害 你好可以 我是有点跳跃式的在讲这些 然后小康他第二个 请问李先生 当导演大量运用长镜头 和镜子画面时 作为演员是否觉得有所挑战 你会不会觉得有挑战 杨小姐不用问了 因为我 我长期被这种长镜头训练 对 因为一开始就拍蔡导演的电影 所以 就很习惯这种方式 所以我对 一个长镜头来说 感觉就是蔡导演的眼睛 就一直在看我 然后 我就尽量在每一次的take都 做一些不一样 或者让导演 会 惊讶 或者是 让他有更多的想法的一些表演出来 但是尽量都是 比较贴近自然真实的表演 那常常导演都是 下完那个指令 之后 我后来再演出的东西 比较是他想要要的东西 对 他比如说有一场戏 他交代了一二三 但是我做完一二三之后 他没有喊咖 我继续在表演 他可能会想要四五六 对 所以很多东西他都是把四五六剪下来 他要的 对 对 我的讯号只是一个引导 比如说 我要他吃那个高丽菜 可能我只讲了一件事情说 这个高丽菜很像是 因为他画了脸孔 我就像个人 可是你因为你喝了酒 你会把全部的情绪抱怨不满意 或者是悲伤或者是寂寞 我都会投射在高丽菜上面 有点当就是你的爱人 或者是妻子 当时这样 我的指令是非常少的 就是说 把他当一个人就好了 就把高丽菜当一个人 小康 我就不管了 我就会把我现场的氛围处理好 这是我的工作 就是美术 道具 灯光 就是该有的氛围都要处理好 那演员就会自己开始在里面表演 通常他 所以那个高丽菜是一个 一个道具 诱发他去做 动作的一个道具 但是我并不知道李康生可以演到什么程度 我会觉得那场戏是很难的 非常难 但是呢通常很难的戏 他们可能一个tag就做好了 可能就是一口气就把它演好了 你会 你会觉得说不需要再拍第二个 因为第一个已经太好了 够了 第二个他可能就会减弱 或者会 或者会发展更强的 可是那个更强不见得是更好 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我记得那场戏是拍一个tag 对不对 好像是一个tag 就 还是 反正开始 应该是一个tag 就是 就拍好了 我们就收工了 就觉得 怎么讲呢 就是说 对我来说 那个 就是长镜头 我不喊咖 使这个镜头很长 所以李康生就非要 逼着自己去面对那个高丽彩 当我的指示完了 我还不喊咖 他要继续去发挥他的情绪 他就做到了 大概是这样子吧 通常 每一次都是这样子 是你要回答 你回答完了 继续延续那高丽彩 因为当时 现场摆了六颗高丽彩 我看到就吓到了 我想说 如果NG要吃六次 对 所以我那个 有比较 在拍摄前 有比较多思考 要怎么对待那个高丽彩 我想就把它一次OK 免得 我会越远越差 所以我第一颗我就 努力的吃 就是要把它吞进去 对 是 是 好 好难的表演 真的很难 越真实的越难 是 就我觉得 那种让我感觉到真实 如果太夸张了 我可能会NG 会重来 或者是不够 所以很难拿捏 所以演员 当然小康演这个角色是 到了一个年龄了 可能小康的电影事业也跟一般人有点不太一样 一般人可能当演员 会接很多的戏 有很多机会 可是因为李康生是演我 一直长期在演我的电影的 所以他有一点点被外人定型 他是蔡明亮的演员 就是说只会演这种 好像是做自己的一种本色表演 所以他当时的演出的机会没有太多 可是呢 也就这样子一换过的 他从20岁演戏演到快40多岁了 我觉得他心里面也有一些 挫败的感觉 也有一些 怎么讲 不是那么顺畅的 在这个行业 所以 然后他的人也逐渐在变 有年龄了 演那个 郊游你是 四十五六岁 四十五六岁了 已经到了中年了 然后他也不太像一些偶像的演员 会keep住自己的身材 或者是做很多保养 他完全没有 他就是很像一般人这样在生活 所以那演我的戏 可能是三四年才演一次 当然我还有别的美术馆的工作 都可以一起弄 但基本上事情不是很多 所以李康生 我可以看到他 他在我的电影的世界里面 不见得是 他的心里不是 不一定是很舒服的 所以 他就来演这样的一个 到了边缘人的角色 是非常 跟他有点像的 那个心境 所以我觉得他在演 不管是拿举牌卖房子那场戏 唱满江红那场戏 或者是吃高丽菜 都有一点点他 其实蛮大部分 是有他自己的心境在里面的 所以我觉得他可以做到 那样的一个表演 那样的一个爆发的感觉 所以当然就演了那个角色 还有什么 关于郊游 郊游之后 郊游之后 他就得到很多的荣誉 因为金马奖 别的营战 被肯定了 然后 开始有很多片约要来 但他忽然间又生病了 然后我呢 我还是照我自己的步伐在走 我也蛮希望李康生是有很多的工作 可以去做的 但是他忽然间就生病了 那个病是蛮严重的 先是小中风 后来小中风半年之后 他的脖子又歪掉 那脖子的病是他的旧的病 是他20年前拍和 当时河六演过那个角色 是他曾经有一度也是脖子歪了很严重 后来好了 好了之后没想到隔了20年 这个脖子的病又来了 他又再一次的遭受到不能接戏的情况 所以那个心境又有一个很大的转折在里面 所以你们今天会看到的那个电影叫日子 就是在拍他生病的这个状态 而且这个拍法也跟河流的时候是不太一样 河流是重演他生病的样子 可是日子不是重演是 生病的当下是被我拍下来的 所以有很多画面是真的非常真实 根本不用演 那个气色就不好 不用化妆的 日子是没有没有这种电影工业的那些 技术的部门摄入的 都是真实的 有点有点像在拍纪录片的状态 可是我在拍的时候 我又不觉得他是一个纪录片 我觉得我在 我在处理他当下的状态 他也是要演的 其实比如说他非要走一段路 从香港的尖沙嘴走到油麻地 那是脖子歪的状态 他扶着头要去完成这个拍摄的过程 但是他的当下真的是脖子是歪掉的 然后在治疗的时候 然后他的气色他的状态 完全是生病的状态 所以日子是 所以李康生的演出从心理到生理 常常都是很贴近 不能说没有演 也有部分的表演 但是有大部分是贴近真实的状态 特别是心理的层面 我觉得 所以你们看小康的表演的演出 镜头里面的演出 可能跟别人的表演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他有很多本色的状态出来 可是他也要控制镜头前 可以达到什么程度 又不能太over 所以也是很不容易 所以我们待会可以谈谈日子 好不好 请老演就先谈谈日子 日子就是 这样说好了 我其实我拍完《焦游》之后 我的整个心念 对电影这块有一些改变 有一些想法 可能我开始接触到美术馆 我的《焦游》在台湾的上片是 不只是在戏院 最后是到了美术馆去做一个展演 那我就发现说 美术馆其实很可能更适合我的电影的露出 直到人家在看这样缓慢的电影的时候 在美术馆比较没有argue的感觉 比较不会觉得奇怪 那你在商业片里很可能 你的厅在放一个很慢的很安静的电影 可是隔壁的厅在放一个动作片 咚咚咚咚咚 就会变成在帮你配音这样子 所以大家会闲会有很多的质疑在里面 在商业系统的放映里面去看我的电影 喜欢的观众是有的 但是不多 但是不小心来看到的人 就会质疑说 到底在演什么在看什么 因为完全不是他的习惯的那种电影 所以我后来郊游之后 就转到美术馆去了 那到了美术馆 我的电影的概念有一些改变 这个改变就是说 是更回到影像的经营 我在经营我的影像 可能不是在经营我的剧情 所以我有很多想法是 我想要留下影像 不一定这个影像 很可能是单独的 李康生的样子 我的心里面觉得说 他将来是可以放到美术馆去放映的 去做一个展览的 或去做一个展演的概念 所以我当小康生病的那段四五年的时间 我就开始来做一个储蓄的概念 储蓄小康的状态 把他的状态先拍下来 当时脑袋里面没有想到要拍成一个剧情片 将来会做成一个戏院上映的片子 发展剧情都没有想 就是即时的 他比如说要去香港看医生 我知道那个医生的治疗方式是比较奇怪的 我就问他说我能不能跟着去拍 他同意了 所以我就去拍了 拍了他治疗的过程 当然我也拍他在香港 或者在泰国走路的状态等等 所以日子的开始是这样发生的 就是先除去小康的当时的生病的状态 把那些影像先除去下来 我大概除去了两三年之后 我在我去泰国旅行 我就认识了一个泰国的外劳 他是辽国人 他叫亚农 他年轻才二十多岁 他在一个美食中心工作 那我就认识他之后 我们就是之后我们是透过手机的视讯来联系的 常常联系因为我很喜欢他的样子 所以就把他当作好朋友 当作是我的小孩了 常联系也关心他 因为他们外劳非常辛苦 他是辽国人到泰国去做 听说做了很多的工作 不停地换工作 因为要挣钱 然后他又是有一点点 怎么讲 不是那么合法的 所以呢 生活很辛苦 那我在手机里面 常常跟他视讯聊天 那我就知道他住在一个公寓里面 跟很多外劳住在一起 公寓的一个房间 那他的餐 他的客厅就是他的厨房 他们煮东西是用煤炭来煮的 没有瓦斯炉 更没有电器 就是用煤炭来煮 所以我就注意到他 他煮东西的样子 还有他煮的食物 大多是他们辽国的食物 因为他思乡嘛 想念家里 他喜欢吃辽国的食物 就吃很多蔬菜 青木瓜之类的 所以呢 我在手机上看到他煮饭的样子 我就非常心动 我就兴起了 也来留下一个画面 我就飞去泰国 我问他能不能让我去拍 他也不知道我是拍电影的 把我当好朋友 他就让我去拍 我就拍了一组的画面回来 那我就跟我的摄影师就讨论 这么多年拍了小康 那现在拍Unknown 我们要忽然间想起来说 能不能把这两个人的生活放在一起来看 这就是日子的开始 后来我们才拍了 几乎可以剪成一半的电影的内容 我们就去找一些资金来发展后面的内容 所以整个我在拍摄的过程里面 是用的非常少的人 大概就是一个摄影师 一个摄影师跟我 每一次都是这样子 很少人 没有一个team 也没有服装造型 什么都没有 只是想把当下的 当下我兴趣的东西把它记录下来 但是放在一起的时候觉得非常好看 很有感觉 这两个完全陌生的两条线 怎么样把它凑在一起 当然你看日子 你会看到有很多的我的心情在里面 我喜欢的人在 我喜欢的两个人现在 一个李康生一个亚农 两个我喜欢的人物 那有很多的心情 他们的心情就是我的心情 我慢慢慢慢逐渐的构架成一部电影 编程的日子 大概是这样发生的 这样清楚吗 我从来没有讲得那么清楚过 太棒了 谢谢导演 那可以也请导演 谈一下中间您也拍了脸的这个片子 也是记录了小康哥的一些变化跟过程 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是 是否中间这个转的也可以 稍微请导演谈一下呢 谢谢 我觉得应该要问一下小康说 他生病被我拍了 他的心情是什么 因为小康在 他在生病这段时间 之前我们也有接到一些case 比如说 四年前 香港的一个音乐 做音乐的朋友 有一个在艺术节里面 有一个音乐的表演 他希望我们拍 我给他提供一些画面给他 我就拍小康生病 所以他大概生病的状态 是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拍他的 但是小康对我拍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是不愿意表露他生病的样子 比如他脖子歪 可是他在我的镜头前面 他会尽量的让这个脖子不歪 你知道 呈现出好的样子 小康你 我倒是很想听你说一说你的心情 当一个摄影机对着你生病 你有什么心情 就很不舒服的感觉 那因为 很被我剥削的感觉 对 尤其我不知道你拍摄的目的在哪 对 然后尤其在我生重病的时候 还要这样子虐待我 对啊 我已经很不舒服了 你还要让我心情上更加不舒服 没有 我觉得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镜头就好像在盯着你 对 然后我自己也是觉得自己是个演员 是个 是个演员 因为大家都看着我 将来这个片子 一出去人家就知道我 这么狼狈 而且是又生病 那么不快乐的时候 人家看到我 就觉得 我不想被拍 但是 蔡导又一直拿着镜头 一直跟着我 我就 其实我是有点逃避的状态 这就是我们长期合作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 李康生生病的时候 当人家来找我要我的画面 来做作品 问我能拍什么东西 我就说我的生活里面 李康生生病 李康生生病 我的生活里面 就是李康生生病 是最重要的 我要带他去看医生 我要照顾他的三餐 他的全部的生活 找医生看医生 我甚至跟他说 我说我不能够忍受李康生去医院 是没有人陪的 一定要我一定要陪他的 所以 所以我们两个的生活是非常的 密切 非常的密切 同时 我觉得我的电影 长期跟李康生的关系 也是 也是 也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 有一种很 跟生活分不开的 比如说他的父亲过世 我看到他的状态 很难受的状态 维持非常长的时间 我就会想到我自己的父亲过世 我的状态是什么 所以我有一天就 我觉得一定要拍你那边几点 一定要拍那部电影 才能够让你恢复原状 才能够走出来 或者我才能走出来 所以我们之间有一种很 这样的生活上 创作跟生活 有点密不可分的一个状态 在里面 所以他生病 我拍他 他即便很不情愿 可是他即便很想逃避 可是他也没有去夺我的镜头 他只有伪装而已 在某些时候 会伪装他没有生病 可是有的时候他没办法伪装 他就被我拍下来了 那你问我是什么心 什么心态要拍你 我不知道 我觉得生活也好 创作也好 好像我只有一个对象 你知道 特别是我的镜头 好像我最兴趣的 不是拍大明星 我可以拍大明星 不是跟不同的演员合作 而是完全的对着你 不管 所以李康生脖子歪到最严重的时候 他都不想活了那时候 我跟他讲了一句话说 你的脖子歪掉了 你还是我的男主角 所以你不会怕没有工作 但是你要接受自己脖子歪掉 那个时候 当然后来慢慢就 慢慢慢慢就恢复了 这是很感谢老天爷 但是你会 大家会感觉到 你会看到我们的 我们的生活跟拍电影 其实是很密不可分的 是有一种 我的电影其实就是在 观看我们的生活 你的或者我的 有那个状态在 所以我就想说 我一定会拍李康生拍到 有一天我们其中一个人不在的时候 拍到李老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很有意思就是 现在可以讲VR了 因为VR也是李康生生病 快好的时候演的 你看每一个电影都 都已经好了 已经好了 已经好了八成了 好了八成了 好了八成 可是他要回头再去演 他尚未好的状态 在那个VR的加在懒入室里面 对 我们可以谈加在懒入室 因为它是另外一种拍摄的方式 你有什么问题吗 杨佳琳啊 对对对对 因为加在这个是一个新的改变 对导演来说跟演员也是嘛 那您为什么会开始接触VR呢 或者是为什么会选择VR来做这个加在懒入室呢 其实我大部分的创作 对我大部分的创作都很被动的 几乎是被动的 我很少想一个企划 或者很少事先先写剧本 准备要拍电影 脑袋有很多的idea我没有的 我年轻的时候有 到了一个到了一个年龄 我逐渐就觉得说 我没有兴趣想故事 或者我也看小说我也读文学 我喜欢那些东西 但是我不觉得我要拍拍他们 或者谁跟我讲一个故事 我说你不要告诉我你的故事 我不会拍成电影的 因为我没兴趣 因为不是我的感觉 所以可能跟电影工业这块 逐渐逐渐就脱离了 所谓电影工业就是说 他要拍市场要的东西 他形成一个工业 市场要什么就拍什么 拍观众喜欢的 拍类型电影 拍大家容易懂的 喜欢的 但是我觉得我的创作 基本上就是 有点看着自己的肚脐眼在拍的 就是看着自己 听自己心里面的东西 所以每一次有一个机会来 通常都是人家说 我有一点钱 你来拍个东西吧 或者电影节要求我 邀请我拍一个什么短片啊 等等等 我才会 我就会拍 我才会拍 有创作的机会 那VR也是 VR 我觉得蛮调诡的一件事情 是 当VR开始 有一点风行的时候 大概好几年前吧 我就开始听到VR 是因为有很多单位 包括电影节 来找我说 我们想请你拍VR 我说VR是什么 VR是虚拟实境的电影 有一点像游戏 那我自己是对电玩啊 这些电子游戏是兴趣很缺乏的 对我来说拍电影 那个器材就是一个工具来的 我自己很 他哪来给我做创作的需要 讲我要讲的感觉 要拍的内容 所以我自己很少去玩 玩电动 几乎不会玩电动 没兴趣 再来就是 比如说新的技术来 我也没有兴趣 我不太知道为什么要拍VR 老实说开始 后来我就被很多人邀请 要我去拍VR 可能当时大家想到VR就是10分钟 5分钟 短的 因为他们说看VR要戴一个头盔 显影器 有的人会受不了 因为很重 然后那个VR也不能晃动 反正观众会晕眩等等等 所以我就想了解VR 我就去看了VR的制作公司 他们提供很多影片给我看 那看完我就想打推堂鼓 根本没有兴趣 觉得拍拍广告好了 这种技术 或者拍一些游戏好了 能做创作吗 我也很怀疑 能变成一个剧情片吗 我也很怀疑当时 所以倒是我有一天 我今天在一个制作公司里面 看到一个VR的画面 是有一个年轻人给我看的 他说他拍了一张VR的照片 不是电影 是照片 我看到那张照片 我反而很有兴趣 觉得那个照片非常真实 因为你知道你看那些VR的广告 他们通常都非常忙碌 每个角落都要出现很多东西 所以你就觉得目不暇忌 所以不知道在干嘛 但是看那个单独的画面的时候 我就看到 他很像我小时候看到的一种 一种明信片 就是有点立体感的 折射用的 对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还蛮漂亮 而且很有美学的感觉 所以我就对那个单独的画面 很有感觉 所以不久呢 HTC就是台湾的一个手机公司 就来找我 他们直接就说我们有多少钱 可以让你拍 你就来玩吧这样子 所以我就接了 就是因为一张照片的关系 我就接了 那接的时候 当然我还是想拍 我想表达的东西 对我来说VR 我倒没有特别觉得他这个 怎么讲 就是说什么365度啊怎么样 之类的很吸引我 我只是说 他是一个立体的呈现 我用他来做一个工具 来拍我要拍的内容 只是这样想而已 没有想的太多 也没有要去发展VR 或者去发挥他的特色 都没有 我只是想说我怎么样拍一个作品 是360度 但是大家不会很忙碌 大家不会东看西看 他还是要听我的话 乖乖的看我要表达的东西 大概就是解决了一些技术问题 我就拍了 就拍了加在蓝若市 对 在拍摄过程中 是不是跟传统的拍摄方法上 您有做了什么样的调整 或是有什么样的适应 做了一些研究 就说怎么样看起来 比较静得下来 观众的心 就是我自己 怎么样静得下来 在VR的提供给你的状态里面 360度 当你知道你有360度的全力的时候 你就会东张西望 你就会有所期待说 后面有什么 左边有什么 右边有什么 你会认为观众会有这种想法 自己也许会有这种想法 那怎么样使到你不太张望 而且怎么样看起来是舒服的 因为VR有一点人被悬在空中的感觉 在看事情 所以这个被悬掉起来的感觉 也不是太舒服 所以是什么样的角度 怎么样的高度 怎么样的距离 来观看是比较 就发展你的内容 让观众来观看 是比较舒服的 这个是我当时在拍 加在蓝若市 去解决的问题 当然我就拍了一个很慢的作品 加在蓝若市是有一点鬼片的概念 但是那个鬼不是吓人的 是比较忧郁的 比较有情感的 那他已经 已经又过了三年了 拍这个作品 我自己觉得很辛苦的原因 是因为你做完了你的前期 你的拍摄工作 你的后期 你只能有一点遥控 你不太能实际的去处理 因为这个是非常技术性的工作 要技术人员来帮你 处理每一个画面 就是那个描图 就是那个影像的构成 影像的构成是非常非常的 要靠科技的方式来处理的 所以这个VR大概整整花了 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才达到一定的水准 就是它的清晰度 它的质感 才达到一定的程度 我们当时去威尼斯 也是赶鸭子上架 大概还没有完成 就去威尼斯展览 感觉没有完成 好像只做到了一半的感觉 你就要去看那个画质 没有非常好的一个呈现这样子 后来等到它越来越好的时候 也隔了两年了 所以我老觉得这个作品 我不太能控制它 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 当然演员也很好 小康就是观众在看VR的时候 可能也看到我的电影 有一些特质是可以跟VR做结合的 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也看到导演 也重新做了一个4K的修复 就是《不散》这部电影 也跟《Cinematech》做了一个合作 想请导演也谈一下 这个修复的这些想法 为什么会想要把它做为4K 再重新重现呢 我们以前的电影都是35厘米拍的 所以再加上台湾的保存的条件 不是太好 所以有时候你影片很快就会变旧了 出现很多问题 那我的作品呢 比较有趣的地方是 他一直在使用中 他不会因为时间过了就没人理了 没人看了 他就一直要去影展 一直要被邀请到美术馆去哪里去做放映 所以我们的拷贝用到已经都快烂掉了 所以我有几个片子 包括我有一些短片 我自己就已经在修复了 有够钱我就在做修复了 修复的意思 只是让它可以更容易使用一点 更轻便 然后质感会更好一些 不会变得成就这样子 所以大概是前年吧 就是我自己已经动手在修不散 因为不散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作品 我拍了十一部长片 不散是我的第五部 第六部还是第五部 第六部长片 不散我觉得对我特别重要 是因为这个电影的主角不只是演员 他是一个空间 他是一个老戏员 他是个对我来说 他是被宁人化的一个空间 而且我希望这个电影可以完整的看到 当时在我小时候有过的那种老戏员的状态 还有样貌 因为他这些老戏员是逐步逐步的被铲平掉 消失了 不存在这个世界了 甚至有的正在腐烂之中 在败落之中 所以 但是他是我小时候 最重要的生活场域之一 提供我非常多的养分 我会做电影也是因为 我曾经从小就在这种大戏院里面看电影 给我的一种启发吧 那不散我拍 等于是我第六部电影我拍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写剧本的 就写了一张一张 大概是一页A4的纸 就像写诗一样 把我对老戏员的一些记忆感觉写下来 然后我就出击了 大概花了两个礼拜 大概十几天 那是2003年 2002年还是2003年拍的 在台湾的一个 在永和的一个符合戏院里面拍的 那个戏院本身当时也正要 也已经关门了 刚刚才关门 我就把它租下来我就拍了 拍完 我刚讲到第一个我没有写剧本 我就去拍 每天去拍四个镜头 拍了十几天 就完成了一部电影 那这次这个镜头在拍什么呢 就都在拍 其实在拍人在这个戏院里面的走动 同时也在拍这个戏院 你知道吧 拍他的大厅 拍他的放映院 拍他的放映室 拍那些走廊 拍后台等等 售票庭 售票庭等等 就这些东西 我觉得开始我美术馆的概念出现了 你知道我意思吗 他有点像在拍一个镜物的感觉 但是我自己是不自觉的 我只是前面拍了三四部长片 四五部长片之后 我的念头在转动 是我开始对空间特别特别在意 特别在意每一个镜头的画面的构图 那 开始非常在意 当时是用三十五厘米 非常在意打光 因为三十五厘米一定要打灯光 我用很好的灯光师 慢慢的在打那些光 在戏园的各个角落打光 我每天就坐在那边 看他们打光 一点都不急 很从容的 就拍了我熟悉的这种老戏园 拍完之后呢 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是 这个电影放映之后 很多美术界的人来找我在台湾 很奇怪 就是来找我 策展人来找我 来去参加什么 威尼斯双年展 要我做影像作品 去参加这种美术馆的活动 这样子 我觉得非常有趣 我说为什么你们会 找一个电影导演来做美术 的活动 他们说因为你的电影 你的不散 好像是美术馆跟戏院的一个桥 一条桥 是可以跨过去的 观众可能看你的电影 比较容易进到美术馆去 事实上我是反过来想 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美术馆 长大的小孩子 你可能更容易看我的电影 更容易接受我的电影 因为你的脑袋是柔软的 是开放的 所以不散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慢慢就知道说不散 在我的创作生涯里面 它是一个转锐点 是我从电影院那种 那种院线发行 开始慢慢要转身到美术馆的一个台阶 所以就 隔了这么多年 我就最想修复的就是不散 所以所以我就开始在修 也很巧很妙的是同时间 比利时的那个电影博物馆 国家电影博物馆 他的主席来找我 他叫什么 尼古拉 尼古拉先生 尼古拉先生 他也是我在电影节常常碰到的朋友 他也是我的粉丝 一个老先生 他突然间飞来台湾找我 说我想修复你的不散 我说我正在修复 那我们来合作吧 这样我可以省一些钱 所以就把没有做完的送去比利时给他们处理了 他们处理得很好 当然这个修复是有一些过程 中间又回到台湾来让我看光等等 就修复完之后呢 也很有意思是那个 那个威尼斯的威尼斯电影节的主席 他又来找我 我们在香港碰面的 他说听说你在修复不散 这个修复版4K版一定要在威尼斯重演 因为不散就是在2003年去了威尼斯 竞赛的 所以你要回去重演 那我自己因为现在已经进到美术馆的概念了 常常在美术馆做展演做活动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我希望不散去回到威尼斯 这个4K版本回去威尼斯 不是一个放映而已 不是一个旧片或者经典影片放映的概念而已 我希望它是一个艺术品的展演 所以他们就同意了 所以阿佩豆回去就跟 我们刚好是去年 去年还是前年 去年 去年是威尼斯双年展 也在举行 一直跨到电影节的时间都还在 那他们就跟双年展的人讨论 就让我的影片进到双年展的一个场所 去做放映同时做展演 所以我就发展出不散的放映 其实它是一个展展览来的 它是放完这个电影之后 观众会被我带到旁边的一个空地区 也是一个美术馆空地区 去做一个有点像脱口秀的感觉 但是我是用绘画的方式 来进行一个电影的记忆的描述 关于有关电影的记忆 就是我从三岁开始的电影的记忆 因为看完不散之后 因为有这些记忆 才会有不散这个电影的产生 所以那个演出大概也是两个小时 所以整个加起来有四个钟头 那之后它就发展成 不散是一个美术馆的展演的概念 所以我每次在放映不散的时候 我都希望能不能用这种方式 使到观众看电影 有一个新的经验 不是以前的那种 只是看了一个电影 它可以跟作者有更靠近的接近 可以理解到这个作品更全面的内容 大概是这样子 今天讲很多耶 感谢导演 而且接下来您是不是 我们听Cloud的讲说 您是不是也要到旁边度做一个展览 在巴黎的旁边 旁边度今年 我觉得很恐怖是因为现在是疫情时间 我们也在 在 忐忑之中 到底 去得成吗 还是去不成 这是我说真话的 我很想去 因为旁边度是现代美术馆重要的宫殿 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 刚好他们选了今年要做我的回顾展 加上一个展览 这个展览的内容 跟李康生有很大的关系 基本上就是展览李康生就对了 就是我的回顾展都是他演 但是呢 那个展厅里面是会播放我八部行者系列 做成一个展览 一个装置展 一个装置展 它的内容是八部行者 使用频道 八个 频道 对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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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还在 当然还在努力的要 要 在策划中 在准备中 现在就是看有没有飞机 飞去巴黎 还有摇看巴黎的疫情到底状态如何 真的太危险 可能也去不了 所以现在还不确定 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 也许今年办不成 也许改期到另外一个时间也不一定 但是彭毕度的人 是很希望我们能够背过去 也很恭喜大影 虽然今年是真的很困难 我觉得小康可以谈谈他 因为我后来说 我转身到美术馆 我被美术馆注意了之后 我的电影 也不只是在戏院上片 我有另外一个院线 叫美术馆院线 我觉得美术馆院线将来是一个可行的一个院线 就是说它跟商业院线是可以分开的 因为现在是一个美术馆的时代 尤其在欧洲 亚洲也是一样有很多当代美术馆成立 现代美术馆成立 如雨后春笋 所以每一个当代美术馆都会把视觉艺术当作是一个重要的展览 所以电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觉艺术 所以几乎每一个美术馆都有一个放映厅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说这个放映厅是可以串成一个美术馆院线的 让我们这种比较个人的比较艺术片的电影有一个更容易一点的空间被看到 或者被使用到 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生存 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我在台湾是很努力的在做这一块 使到美术馆也变成一个院线 但是是不同于商业院线的那种概念 它可能可以更活泼更自由 一些它的观看方式可以五花八门 让作者自己决定 所以我就说这样的一种观看方式 很可能也可以称它为作者的观看方式 作者的观看方式 观众来使用作者的观看方式 来看一部作品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那因为我进到美术馆之后 我就开始对影像这个概念 不只是剧情片而已 不只是心里面只有剧情片 我还有要发展很多的影像的可能性 比如说我就在2012年开始 我就拍《行者》系列 就是因为李康生在一个舞台剧里面 在2011年的舞台剧里面 他演了一段戏是走路的 走得非常漂亮 很慢的身体的移动 那我就觉得舞台剧演完之后 他这个走路就不见了 就看不到了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我希望说将来可以拍短片 是你走在全世界的不同的城市里面走路 我希望能够拍十年 十年快要到了 其实我已经拍了八部 一晃就拍了八部 长长短短 这八部影片 只有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李康生 用一种尺横的速度 很慢的缓慢的速度 在移动他的身体 在每个城市的角落 或者每个情境的状态里面 移动他的身体 然后变成了叫行者系列的一个作品 那小康你要不要讲一下 因为走这个路很不容易 因为很缓慢所以非常费力 那我又是一个不喊咖的导演 所以小康要不要讲讲你走路的状态 每一次遇到最难的 我觉得就是一种体力和毅力的一种支撑吧 就每次 每次不管是行者或是玄奘的演出都是靠 靠毅力在撑的 那个平常因为我都没有在训练 只有在拍摄的时候才开始走 所以没有那种训练的过程 所以我走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走到双脚发抖 或者是或是脖子受伤的时候也在走 甚至我也在那个什么法谷山 在大概很多信徒吧 那有多少 几百个 几百个信徒 很多和尚啊出家人 就很多云门啊 或是那个韩国的那个 那是什么大球吗 你说那个剧场啊 对对对 那个叫什么 亚洲最大的剧场 泉州 泉州 对我们在泉州 光州 光州 在光州演一个舞台剧也是走路的 其实都是靠体力在撑 我就想说 当时玄奘在走那段思路到印度去取经的过程 也是靠着他的意志力在手 所以我就比较像玄奘那种精神吧 就是一步一脚印的那种感觉 对 我觉得有时候忍受不住也是要靠念经 因为有时候是走在城市的街道上 有很多妨碍 或者甚至有些人看到你比较可怜 以为你是化缘的和尚就跑来丢钱 只要一丢钱我就完了就被砍咖了 要重走一次 所以是也感谢他们 但是自己还是觉得不能受到外界的干扰 就是那种一心一念 一心一念的感觉 对对对 就有点像玄奘的精神在 现在这个世上在发扬 我觉得你走的最辛苦的一次应该在马来西亚 因为那边是很热的 很热 他是光脚在走的 然后走完我是两脚的 我有算过 因为晚上我都要用针去把水泡戳破 隔天才能再走 对 脚上我长了50个水泡大约 对 还有一次是在东京 圣诞节左右很冷 大概接近零度了 本来是有准备要穿鞋子 可是呢 每一次都是没有穿鞋子 这次穿是有点怪 所以小康就不穿了 所以就 踩在那个非常冰冷的街道上 天桥上面 这个桥是铁做的 所以特别冰 而且我那时候脖子刚发作不久 所以我一直脖子在走 所以这个作品是 不知道我就觉得他好像小康的表演 小康不只是一个演员 他也是一个走路的艺术家 很会走 是不经训练的 而且那个身体的控制非常好 所以他使到我会一直想拍 一直往下拍 我就说拍到我们拍不动为止 这个系列 他会变成我的创作里面另外一支 那这一支走路的作品是 越拍就越难拍 因为他刚开始你拍 他就是走路 已经觉得很新奇 后来每到一个地方都是走路 可是你拍久了 你心里会觉得说 天哪 每次都这样子吗 你就会想一些新的东西进来 比如说有 我们在马赛的时候 在法国马赛拍的时候 我就想找一个法国的演员来跟你搭 就找了那个Lenny Laffont来演出 跟他一起搭 到了日本的时候 我又找了那个安藤正信 那个贝耶舞的演员安藤正信 来跟你搭配 产生一些新的意象出来 那每一个空间也是一定要选出一些 很不一样的感觉出来 使到这个走 有一些 每一次都是 比如说在马来西亚 就回到我童年的那个公寓的社区里面去拍 每一次都有一些底层的意识在里面运作 他最后会变成一个大的 大的有点像西游记的概念 大西游记的一个概念 所以他有一点重复 可是他又有一些信意要出来 所以我们这次其实去旁壁度 也是计划要在旁壁度走的 那怎么拍呢 你不到现场你是很难去想象 因为你不能想剧情 你没有剧情可想 你甚至没有内容可想 因为那个内容就是走路而已 要怎么拍 所以我每一次在做 我就说我现在的创作的概念 有一点像是画家去写生的概念 你只有当下才知道要怎么下笔 你只有当下才知道要做什么 已经跟 我就说跟一般的电影 或者是影像创作是逐渐走另外一条路了 那种感觉 讲很多耶 好棒啊 谢谢导演 我们真的是今天的观众 超过一个小时了 是 谢谢 也希望 观众听得下去吗 我在唠唠叨叨 有观众传简讯出来吗 没有 他们说什么告诉我 因为我把他们给 我们是没有开放留言讯息 那么整个录影会被中断 那我们也当然很希望 我觉得差不多 好 谢谢 我觉得我今天很开心 讲了蛮多创作的概念 先从交友 后来又讲了日子 又讲了不散 又讲了加在蓝弱寺 讲了好多 小康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差不多 我很希望说有一天能够 这个世界能赶快回到原状了 恢复到原状 但我们的心情已经 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 我觉得人类狠狠的被教训了一次 被狠狠的教训一次 所以很可能会更爱 爱护这个世界吧 或者这个地球 也会更爱自己 所以我自己觉得说我的创作非常小 小到就是只有自己的概念 我没有知道太多 所以有时候世界的发展 我看我是不会去跟上去的 我只会 因为有生之年很短 你看我现在已经到一个年龄了 能做的事情很少 所以像我的team 又多了一个亚农在那边 亚农现在人在辽国 我们也是常常视讯 我发现亚农的世界 已经不是在泰国那个世界了 他回到他的家乡 他家乡的世界 其实是非常的丰富和辽阔 但是比较贫穷 因为是乌农的 他们做农人都很不容易 都赚不到钱 但是就是不停地付出劳力这样 所以他们都要往外发展 所以我就很希望亚农的发展 是跟创作有关系的 因为他很有天分 你去看他的日子的表演 你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敏感 其实是有天分的小孩 所以我把他拉到身边来 他有一段时间在台湾生活 他变成了我的美术的助理 我用很多创作都跟他一起弄 所以他学得非常快 但是因为他前阵子回去辽国就出不来了 已经被关了八个月 我们也希望他这次能够去巴黎 因为行者系列也可能会有他要加入 所以怎么讲呢 就是说我自己觉得我到这个年龄 又来一个新生儿的感觉 我需要照顾的 而且需要帮忙他发展的 所以我能做的事情真的研究不多 所以很希望说不知道几年后 你会看到我的下一部电影 大概是这样子 很谢谢大家 今天在这边听我讲这些 也希望你们会喜欢日子这个电影 谢谢 小胖要说什么 跟康哥 对哦 OK 可以吗 今天晚上我们的日子 将会在Cine World Fountain Park 做实体播音 这将会是苏格兰在进入封城之前 最后一场实体播音 也真的是压轴 封城哦 非常实际 封系院 是封城吗 封系院 然后9号开始 我们又有另一波很严格的一些防疫的措施 希望赶快过去 你们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谢谢 希望这个世界被保佑 谢谢谢谢 拜拜 谢谢导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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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e 好 你 有点 快 用